这几天呢 人气爆棚的北京亚洲美食节正在奥林匹克公园举行 今天正好是周末 那大量的游客也来到了美食节的现场品尝亚洲美食 美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符号 很多人在出国旅游的时候会把吃饭的地位 那现在呢 不用出国来到这里你就能一次性品尝到这么多的亚洲美食 那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都是大乎过瘾 就是看到那个亚洲的美食都挺想吃的 吃不过来了都 除了中国大陆之外 共有来自17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45个餐饮品牌参加了美食节 从北京烤鸭 日本寿司 韩国年糕到泰国东英宫 亚洲各国美食应有尽有 为了还原地道的口味 商家们做了不少努力 我们带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美食 叫沙拉月拉萨 它用了36种的香料 还有10种的那个食材一起熬制而成的 你吃到那个嘴里的时候 它是有一层一层 当你每咽口水的时候 它的味道都不一样 除了品尝美食之外 在现场游客们还能欣赏精彩的亚洲文明巡游 正是好吃又好看 北京亚洲美食节将一直持续到22号